今天我們帶大家來不是看車的 我們是看飛機 這部飛機是由HONDA自己自此研發 它的入門價是3300萬港元起標 待會這部飛機我會帶大家進去看看它的內容 它剛才告訴我這部飛機是非常省油 高速度亦可以飛得很高 我們要特別注意它這部引擎放在外面 它用了一個特別的充電 令它這部飛機可以很寧靜 它說現在是所有小型飛機裏面 是最寧靜的一部飛機 亦都因為這部引擎可以做到 高速攤油和可以有大的空間 我們待會就上去看看這部飛機 我之前就了解過這部飛機的內部 這張Jump Seat 我想是讓服務員、空中小姐那些坐 平時可以放下它 我們可以再進來看看內容 它標榜這部飛機是最寬敞的小型飛機 這部飛機是最寬敞的小型飛機 如果我現在坐下去 我會覺得如果有六呎高 這部飛機可能有機會頂頭 但如果就這樣看 我個人來說就很舒服了 基本上的商務設備是塵的 即是坐在這裏開會 我相信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先看看有些燈光 我覺得這部小型飛機 和我坐一般大的商務艙是不錯的 即是差不多的 和大飛機的商務艙 後面就是我們 如果想去廁所的時候 就在我們後面了 我又進去玩玩 看看這個洗手間有腳踏地踏在這裏 坐在這裏也頗舒服 當然我現在沒有開過蓋 還有兩個小天窗 這兩個小天窗可以一路到廁所 一路到廁所一路到處 讓我先關門 看看壓迫這麼大不大 我第一次在飛機看到 好像是在家裡裝修的洗手盆 出水口 在這裏 大廁所在哪裏 在這裏 在這裏 都頗舒服的 這個廁所 不過如果高的話 還是會有一點點 我都頂頭 如果六尺那些 我想要需要 如果外國人 其實我看到這一堆 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但剛才我聽工程師說解 現在這一套的駕駛系統 屬於最先進 但最重要的是 最簡單 但對一個飛機師來說 他駕駛這輛飛機時 他要操縱的制 和儀器 是不需要 像舊的小型飛機 那些那麼繁複 那麼繁瑣 所以駕駛員 會舒服很多 沒那麼容易疲勞 剛才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你給我 我看到這麼多東西 嘩 我都投降了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 它的行李箱有多大 我只看 應該放到一個 兩個三四五六 應該十二個行李箱都放得下 我只看下去 但還是等於是 數字母